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件作品主要是從葉子的一個意象 來轉化成一個可供人們、民眾接觸 休憩的一個公共座椅的一個概念的轉化 我希望說在這個作品的形象上 可以用一種比較時尚工藝的方式來做表達 就是我們在它的表面裡面 我們用的玻璃跟陶瓷的一個鑲嵌的工法 讓它形成一個好像充滿生氣的一種綠蔭的感覺 那就像一個葉子落在地面上 然後我們賦予它一個新的生命 然後它蛻變了之後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遊走 嬉稀的一種意象 那同時呢 也可以承載著人們在這個空間裡面 到處嬉稀的一種氣氛 那這件作品 單單不是只有意象的感覺 其實我們也希望可以 透過作品的表達來呼應整個園區 它重視環境跟生態共生的一個概念 那你怎會讓它成為不行 但是它也能由於一種作品 我幫你找到一個筊合作人